1月8号,进入农历腊月不久的吉林长春寒风凛冽 82岁的于信德却如往常一样坚持自己的习惯 脱掉厚厚的棉妆,冬涌健身 于信德生于浙江,但从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长春工作直到退休 三年前,他开始迷上了冬涌,并一发不可收拾 当天长春的气温接近零下15摄氏度 长春南湖冰面上寒风呼啸 于信德在更衣室换上泳裤走到室外 经过简单的热身后,下水畅游 游了一圈过后,于信德满身冒着热气登岸 他说每天必须游一圈,身体才能感觉舒服通透 除了冬涌,于信德还有另一项爱好,学英语 有时候,他在锻炼身体的同时,还要听上一小段英语听力 可谓是学习健身两不悟 如今,这位年过八旬的冬涌健将在当地以小有名气 于信德说,他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健康,并了解世界发生的更多的事 我想是兴趣,因为也想多了解一下外的状态 多了解一下,这是个沟通的工具